X100S手玩電子列像 手動對焦 超準的 選女友要看外型之餘 內在尾都很重要 其實選相機都一樣的 富士新出了兩部 X100S和X20 就是玩內外兼收了 兩部機的外型 和第一代好像完全沒有分別感 但是最大的改進就是它的感光元件 影響漂亮點之餘 對焦更快很多 兩部機都用了最新X-Trans CMOS-2 畫質漂亮得好像旗艦級X-Pro1 他們還新加了Phase Detection 令他們大大提升了對焦速度 特別是X100S 用過X100都知道它的對焦慢成點 今次X100S就由原本的0.22秒 大幅提升到0.08秒 廠方綜號稱是同級全球最快 說到個人最愛 一定是它的電子列像對焦 它是全球手玩 而且超有舊式相機感覺 好處是手動對焦時特別準 另外它還新加了高清發片功能 整部機真的實用了很多 X20方面 同樣改用了X-Trans CMOS-2 所以畫質和對焦方面一樣有很大進步 大家試玩的時候 可以留意一下它的觀景器 因為新加入了一個數碼半透明面板 可以同時顯示快門、光圈、感光度這些拍攝資料 不像上代一樣 只望景那麼乾淨 新加功能 還有這個雙重曝光 多有趣 機身顏色 除了傳統黑雲版 今次更加推銀黑色 又多漂亮 我也是覺得你漂亮一點 接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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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著